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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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英哥 好了 沒見過大家 雖然是香港影片 原本應該是《萬里世界》星期五出的 但是有些問題 我們等一會再拍 星期日再出 還有《萬里世界》星期三 而星期一應該沒有香港影片 星期二也不會有 星期三 星期一也不會出片 因為有少許忙 首先我們今次要介紹這些 很快就有一個月 一些內容都要介紹 10月的活動 包括禮拜的《最小時刻》 和《七天特派聖進展》的獎勵 還有《官房》 九月尾 會有的 叫做《比克提尼》 應該都會登場 但是官方暫時沒有特別說 還有我們原定的《飛行杯》 和這個 叫做《高對線》之東西都取消 延期了因為部分內容 還有有些更新了 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 可以0.5 18.7.3 我沒記錯 是高對線紋浪度會有少許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看看大家 可能要降版 但是聽說官方也會在這幾天 是可以修改的 不是太記憶 因為始終都很煩 首先說了我們每個月 都可能會期待到一件事 就是10月份的 調查《特派聖進展》的獎勵 從12月2日星期五 到凌晨4點 到11月2日星期一的凌晨4點 就是這個叫做《跳學隱者》 《跳學隱者》 《跳學隱者》之前 都在《特派聖進展》出過 但也可能有些新玩的 或是回來玩的 玩家未足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新的小型 但對於我們老玩家 而言 這一隻 不會說在PVP有用 也不會說在團體戰有用 即是開圖圍轉的小型 所以建議大家 雷如超會比較好 因為他有機會遇到失誡版 而這隻《跳學隱者》 今次回來 都不會有失誡版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沒有 因為這隻人的 可能大家不專心每一日 去解決《跳學隱者》 如果解決的話 可能是遇到星騰 或者遇到100IB 但遇到100IB 也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那 而 他回來可能是因為 萬聖自己活動 因為他好像也是幽靈 是小人 我還要做 而 這個是15等的 錯忍者 而捕捉到他的CP 168是100IB 而 而 道具方面 2000星辰 以及 以下 會有個月 放到3粒的神奇糖果 等等 其實我都不特別說 這些道具獎勵 都不會特別稀有 還有 今天也是雷如鳥 回歸的日子 不妨也要講雷鳥 雷鳥 雷鳥會在9月26日星期六 星期四點 回歸到五星項目 我們都已經測試了 為何今天拍 五星星期四 因為我們會預知到一些事情 這次雷鳥也會有電擊 這招絕版的人 這招絕版的人 令雷鳥在電系排名更高 完結日子也是一個星期 去到10月3日星期四點 四月六日 好運的話 還會遇到雷鳥版 其實之前也推出過雷鳥日 這招絕版在雷鳥日 再次回歸 星期三也會去晚餐約會 如果還未有雷鳥版的朋友 記得去雷鳥 這招絕版也是三個人 可以去極限挑戰 這招絕版的 這招絕版是三人 如果是較早前當然是不行 但現在最極限是三人 我們推薦的是狂犀 長豬 戰翠龍 這招絕版 多佳基翁 多佳基翁 這招絕版也有仿佛 加勒銀牌 有兵器 還有我們的老班 注意 這招絕版有兩隻 可能大家未經過的社群 遙望不到它的主板技能 第一是老班的擊落 第二是天黑狂犀 今年2月的社群主角 托國西遊 進化成天黑狂犀 所學到的岩石炮 大家注意一下 遇到100IV是2015 而天黑加成是大風或下雨 2519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急動鳥、雷鳥 是否有三隻鳥呢 火鳥會在10月登場 10月3號至10月9號 而公開了給大家看 一些秘密內容 就是在這個 再次回歸 還要出十二版的 其實應該回歸了 是不是 回歸第三次呢 正確來說 因為沒有記錯 Go Fast那天是有回歸到的 這隻的其他隻 起源連太 但是大家要記得起源 因為別種起源太 其實已經回歸了很多次 已經是2018年的時 而是2019年才初市登場的 起源形態奇拉帝 都會在今年的萬聖節 至於萬聖節 我就不確定萬聖節 是幾號 10月9號至10月23號 這隻起源形態的奇拉帝 奇拉帝 奇拉帝我都應該會撞中 在大師聯盟 所以我估計差不多大師聯盟 因為其實 沿了火鳥很快 只有一個星期的時 112105 而T加成就是大霧 或者是這個 起風天的 今次還會出賣色違版本 色違版本 沒得看 色違版本就不給大家看 色違版本和原子型態 其他帶勒是一樣的 而第三隻 是官方說得是神秘的 應該是再接近萬聖節 是因為 應該是一隻幽靈系 或者惡系的小人 本來就想 去一個圖鑑給大家看看 第五位 第四位有什麼幽靈系的小人 但是太多小人 我也找不到一個全圖鑑 就要滾到它底下 沒力的情況下 所以我就找不到 第二 神秘的小人 就在十二十四號至六 不知道幾號 同樣說 之前也是去年的時候 這個 畢種形態 其他帶勒 有色違版本的時候 其實也是用這種 神秘 而我們大家會知道 可能會翻炒一隻小人 翻炒會不會用 這個畢種形態 其他帶勒 還是打鑼2 打鑼2 如果你說是新的小人 不是色違版本 其實我也相信 這隻應該是新的小人 因為如果你接到這麼近 其實你都玩了整個月 都是舊的小人 會開始有點悶 而其他帶勒 輕人形態 打鑼2 打鑼2 應該會再吸引更多小人 始終在九月 或者疫情當中 很難會搞一些go fast 等等 所以 go fast 在全球地 所以 這幾個月 還有一個可能會變少少 九月份 尤其是九月份 因為它翻炒Mega小人 Mega小人又不是每個人都受落 所以十月它的月尾 就登場一隻新的小人 再搞起熱潮 應該就不會錯 而我們所知道的 阿爾就師 應該就不會登場 因為以我們的推測 阿爾就師應該會推出的 就是一般屬性的一隻先 雖然它是幽靈屬性的阿爾就師 但應該也不會登場先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是一隻神獸 是一隻神獸 而大家可能會猜是否是警鬼 因為警鬼說會有這個 有這個Mega小人 但是我們所知 應該會是五星的頭目 應該不會出現警鬼 Mega小人 所以應該會令大家期待一下 大家想猜的下面留言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 很難找 而一隻新無印的小字母 的比卡超 就會在這個 10月6日 當日也會有這個 捕捉XP加倍 我現在說的是 最終是每星期二的6點至7點 而這隻是新的 完全是新的 大家不要記錯 是這隻 我們說下第二星期 這隻捕捉小人 有3倍的加倍 加倍堂果 這個就是小字母 這個就是無印 就是第一代 這個就是第七、八代 第七、八代 第七、八代 這隻是完全是新的 這隻沒有是舊的 我就不知道應該正常會出色彩版的 因為這裏都沒有特意去說 其實應該會正常 我就不知道 我們看回當日 但大家都不會錯過這兩隻的皮神 而 如果這隻是新的 都是有色彩版的 這個原本都應該有出色彩版的 所以 應該全國都會有機會 有色彩版的小人 這個傳送糖果 也會有的 像糖果和捕捉 十月都有的 而現影娃娃 也有色彩版的 而 12、27日 這個幽靈 都會屬於幽靈系 始終是萬聖子 進快XP會加倍 而是夜夜亡靈 大家可以看回一個短的簡介 而MailMail的10月限時調查 會有三隻MailMail 是加納爾 和第一世代 和阿羅拉 都會有的 而阿羅拉 和第一世代 的MailMail 都有機會失去版 而加納爾 除非它出 也不會有的 和在幾號 在2020年10月10日 星期六 當地八點 至下午的十點鐘 會完成限時的停日調查 一幕 你就可以遇到這三個地區的MailMail 和訓練家 都可以在限時調查裏面 查看 有沒有禮包 就是茄子、樹果、芬香 的禮包 還有這個時裝主題活動 都說過了 就在十月三日至十月八日 但是這次呢 搞正的時間 在這個 上八點至下五的 三點 還有高度自然文 第四賽季的 貌正直盃 這個活動也有 等等事情都說完了 但根本是十月 還要回到黑路街 因為在9月30日 會登場的 在六星 即是MailMailMail 應該和大腿鳥的機率出現 都差不多 反而 今天是大腿鳥的第一天 但如果還未出到石牌 也好 還未存在什麼眼鏡也好 可能在這幾天 就遇到多了這個大腿鳥 總共應該要進行超人化幾次 而這個黑路街 這次超人化 是令人驚喜 因為它就強很多 強很多 都要用不少的MailMailMail 就是200MailMail 如果你再用超人化 就就可以了 éki 是跟班是3家一樣的 所以大家 應該要打多 兩三場才有機會 超人化它 rotation 就是很有可能 我就有一ь看 好像說很強的 也不記得了 是怎麼樣 火系就不能When رب投球 美國也是有耐希拉毛 很多神獸 大家應該不會錯過 這次感ram告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打了 還有HELLO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這個MEGA競技戰獲得她的獲勝版 大家注意一下吧 下次再見 拜拜